單舉第二次我們要看到 高野歸佑在一軍的初登版廣告後 馬上回來 這就很像當時大學指考還有倒扣 寫錯的話還要被扣分 高野歸佑在中華職棒的初登版 出現在10月10號 周日的新莊棒球場 這位過去在日本職棒有過出賽經驗的選手 曾經效力過千葉羅德海洋 以及板神虎隊 他這張考卷的難度真的蠻高的 因為他要對上的是林一拳 對 第一個考題就不是那麼好打 就是很快會出棒去打 第一顆球是147的偏高壞球 沒有訴求以外 就是很不熟悉彼此 漂亮 這一球是拐進的內角的好球帶 對 滿冠拳雷打 那這時候 這棒被林一拳帶到了中外野方向 直接進到了陳文杰的手套 賽事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土幫漢將在七局下半終於破蛋了 嗯 自分差距 拉得有點早 球最後打到了中信兄弟的牛棚區域 要看這個打鞋了齁 走在了外側來看一下一雷省 最後是判定打者有出棒 三陣出局 這也是高野龜佑 在中華職棒所投出的第一次三陣 也化解了這個半局的失分危機 廣告後馬上回來 沒有啦第一場真的沒有特別的印象 這個對手到最後去指教 對 這個滿 這個緣分真的還滿奇特的 一臉方向的界外球 許姬鴻 最後是把球給收進手套 一出局 速度也是來到了148公里 這個位置打得不錯 不過最後是進到了陳文杰的手套 What a nice catch 哇 陳文杰 他不讓新緣去轉美於前 八局下半 你沒收了我隊友的球 我就把他討回來 這真的是五星級的美技喔 這個判斷也是非常精準的 這個真的太漂亮了 無話可說 不管是你第一步的判斷 跟你最後加速度鋪下去的位置 對 完美落地 十分 滿分子 好像在體操一樣 對 這個奧運的時候體操其實是 滿多觀眾朋友們喜歡看的項目 嗯 屬於第一的嘛 有點切到了 把球帶到了 三不管地帶 新春安打 身後為本場比賽 個人第一沾打出現在八局下半 就是 哈哈哈哈 你看你完全忘記 轉速得知的 相對的超級明顯 因為我看一下 那個時候我才剛出生 一個月又 他的名稱當時候真的很很有趣 啊哈 三壞 四壞球保送對上陳凱倫 嗯哼 不停下來 對同一個選手開始狂飆 哎呀這時候出現呢 爆頭 哦不算爆頭 去跳河 哈哈哈哈 你知道他們的球迷不知道嗎 有半面方色的安打出現 戴北鋒這次安打 要帶有打點二壘上的身後 要回來得分 一壘上的跑者也要來到了 選題不知道怎麼選 啊 是是是是是 但是他通過考試 演續球隊的反攻氣勢 哇追打了一個壞球 最後是三陣出局 高野龜又化解了這個半局 再掉分的危機 富邦涵將追到了2比6 四分差距